歡迎各位收看第一屆翠鳥之王大賽 我是今天的大會司儀 熊貓 這屆我們有三位參賽者爭奪翠鳥之王的名项 分別是 1號 普通翠鳥 2號 白豐翡翠 3號 藍翡翠 比賽會分為三個回合 每個回合會選出一位優勝者 累積勝出最多回合的翠鳥 就會成為翠鳥之王 翠鳥之王在接下來一年 會肩負起宣揚翠鳥 和保育翠鳥妻色地的重要職責 事不宜遲 立即開始這架翠鳥之王大賽 第一回合 鬥大隻 叫得了王者 當然要有這麼大戴 不打得也嚇得下人 立即來讀三位參賽者的新場 1號 普通翠鳥 身到盡全都是只有16厘米 果然夠嬌小玲瓏 到2號 白胸翡翠 27厘米 幾乎有兩隻普通翠鳥那麼長 3號 藍翡翠 哇 有28厘米長 剛剛長過白胸翡翠1厘米 好 我說報第一回合 由藍翡翠以1厘米之差 等等 我剛才還沒拉筋 我要求重蹈一次 咦 2號參賽者要求重蹈 其他兩位參賽者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 真金不怕紅老火 怎麼算都不會高過我 好 2號白胸翡翠 拉圓筋再度一次的結果是 28厘米 由於2號白胸翡翠 和3號的藍翡翠大小一樣 所以他們一起吃出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鬥親民 這個年代已經不流行神神秘秘的了 做和者要救親民才會受歡迎 所以最多樂區和大家見面的就會贏了 蛤 那我這個回合很吃虧 沒錯 海外參賽者 南飛翠在冬後鳥和過境遷彩鳥 主要是冬天才會來香港和大家見面 再加上他們只會在紅樹林和泥他出門 想見到他們更加難上加難 論親民程度當然是最低 我就不同了 一年四季在香港不同的濕地 沿岸地區 甚至市區公園水池都有機會見到我 最常見的當然是我 好聰明 我還是留了 在香港居住和繁殖 無論在市區還是郊外我都會去的 比賽是講實證的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做了個調查 訪問了50位市民 看看他們最常見到你們哪一種鳥鳥 現在一起看看結果 第二回合 一號普通鳥鳥險勝 鬥完兩個回合 比賽非常激烈 我們馬上進入第三回合 鬥靚 靚不靚很主觀 怎麼鬥啊 對呀很主觀 所以我們會交給家庭觀眾投票決定 給10秒時間大家拉票 一號開始 我是一號普通鳥鳥 我身上有藍綠色的羽毛 但淺色斑點 飛緊的時候 背部鮮藍色 夠醒目 還有 我們男子女子的嘴巴 都是不同顏色的 最靚的當然是我 多謝 我是二號白胸肥脆 顧名思義 深厚白色 好像穿了一件白白白的襯衣 那麼斯文有禮 我有深啡色的頭部 藍綠色的身體 和紅色的嘴巴 飛緊的時候 翼上面有白斑 非常之搶眼 但我有信心我會贏 多謝 我是三號藍綠翠 我的頭好像戴了頂黑色的帽子 加上白色的頸環 紅色的嘴 和紫藍色的身體 形成強烈的對比 飛緊的時候 會見到我翼上面有白斑 在泥灘一眼就見到我了 我這麼漂亮 當然要投票給我了 多謝 三種翠鳥各有特色 果然很難選 小朋友 你們又覺得哪種翠鳥最漂亮 可以成為翠鳥之王呢? 不如留言告訴我們吧 翠鳥之王就決定在你們手上了 我厲害點 實是我 我最大 我贏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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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